这吓死人啊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臣记 把这个世界磨成微臣了 一个微臣就是一手机一记就四句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臣记 多少瓶呢 一似天下微臣瓶 一似天下一个单位世界 像我们讲的一个太阳系 那个黄念祖讲的就是一个营火系 他讲的就更大了 这些里面所有星球磨成微臣 一微臣是一瓶 一似天下微臣瓶 龙树菩萨一看 这个世界人没有办法受持 佛的智慧之声光啊 我们怎么能够测读 所以从龙树菩萨这句话 你想想佛是多大的机会 不能不能受持 怎么办呢 他还有中本的 这是大本经 中本经的数量比大本就少了很多了 中本好像是选级 不是全级 选级 选级数量也可观 也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生 能够受持的 最后看到还有一个下本 下本书大概是提要 提纲啊 像你们看这个楼上四窟全书 四窟全书 走目路 走目路有四侧 这个差不多了 四窟全书走目路 龙树菩萨就把这个带到我们人间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其实是什么 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目路提要 这个东西 经传到中国来 经过三次的翻译 还不是完整的这个经文 完整的龙树菩萨 带出来的花言 就是十万计 四十品 现在到中国的经典 残缺不起 静经 静朝翻译的六十花言 三万六千计 你看距离十万计 少多少 唐朝翻译的八十圈花言 是四万九千计 那么有四万五千计 三万六再加九千计 看不到一半 加上真远 一的这个普贤行远品 这个末后入法界一品 四十圈 这是完整的 刚刚超过半数 所以我们称中文本的这个花言 叫六本花言 下端不能称六本花言 花言是 世尊从定中出来 这在杜吾比丘 僧团成立了 将阿含 阿含之后将放等 放等以后将 这个薄弱 薄弱之后将发花烈盘 五十 四十九年 五十之中 将到一身成佛的 只有花言发花 花言经上 善才通词 一身成佛 华言徽生 这个是发花徽生 龙女 一身成佛 华言是善才 佛在经上讲 一身成佛 就这念不经啊 这念不经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